例如初班最重要的学习是基本的颈神、念咒语、画符等注意事项 以及如何画得好呢? 基本上都是教学这些法科,帮客人做事 所以这些方法是很漂亮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很多时候你在外面花了几万元学习的东西 都不一定学到我这些法科 因为我这些法科是很多师傅用来帮人做事 顺便赚钱的一种方法 所以他们不会教你 但作为我许光明的老师 我做得了你们的老师,想得了你们的课 我将你们培养成一个学生吗? 不是 学过我这么多课服务情的同学,有些同学学过我导教法书班 有些同学学过我的导教音盘奇盘导教 学过我的风水 我不是将你们培养成学生的 我是将你们培养成师傅的 即是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之后,就可以出去帮我们做事的 所以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真人匹复阵 用来祈福用的 第二个 肖灾,医病,送替身 这个也很有用的 为什么我叫医病改云法呢? 我为什么不是单叫医病法呢? 为什么加到改云法呢? 这个阵法 那些人有病 又或者要做一些比较 疫症之类的 大家历史说 做一些比较危险的牙烟的手术 提前跟他做方法一 或者做方法二 那就很容易度过这个难关 甚至有延寿的作用 我学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有个师傅教我这个方法的师傅 其实妈妈和医生都说 都八十多岁了 老的了 没必要这样去医的了 老死的那些差不多要 那他跟他做这两个方法 又活多一年 活多一年 你不要小看这一年 当作一个人 如果真的死了 过了身的话 但是他还有很多东西 没交代清楚的话 就很麻烦 但是你用这个方法 你跟他延寿一年 不要说是一年 你跟他延寿半年 两个月 那他就会交代清楚很多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方法 我自己用在很多客户的身上 都是非常之好的 很多医生说 你这个病一定要做手术 一定要开刀 这样那样 我说你先跟他保守治疗 你先叫医生 和他保守治疗 然后再做多几次 这个医病改运法 做多几次 这趟货很重要的 除了用来医病之外 还可以用来改运 因为行衰运 一样可以用这个方法 和他做多两次 那些运气就慢慢好 我常常说 一个人生活进入到低谷 一路向下走 那他何时才会反弹 你自己不会反弹的机遇 唯有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做了一些法事 就是类似这个法事 你跟他做了一个 改运这个法事 那他这个 最低点就出现了 就开始反弹 第一个 若黄真人 其福振法 你都会用的 比如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 我出去做事 日做事 做了一个星期十日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 那一个月肯定要修炼 又或者休息 这个都会做的 因为这个法事 不需要很大的功力 你只要照做 不要漏掉这些步骤 可以的 其他重点就是 第一个向东北拜 这些蜜燈一定要密些 和念这个咒语 其实有这么多事情 方法二 肖灾 医病 送替身 一样去医病 一样去转文 那这个是 出于什么考虑呢 或是谷 不是谷能量给他 是 帮人找个替身 让替身 受虑 因为道教 很多时候 他有这样的 一种 习惯 他认为 这个人要死了 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 勾运 有些法科师傅 搞你 作法搞你 动你 落鼓 好啊 这个时候 那我就搞个替身 出来 我做了这个替身 就等于这个替身 就是你 或者这两夫妇一起做 这个替身就是你 那些人 那些人抓你 勾你的魂 他勾不到的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在哪里呢 他明明在那里 为什么没有魂拍 有些坏鬼师傅 搞你 他不是 搞一次就可以 我跟你说 一个师傅要搞人 他每天都要搞的 定期定仇 定时定量 都要搞这个人 先 放一次 念那几句 但是如果放完了之后 我觉得放得不漂亮 我动它 整理它 又行不行 又行 都要念 即是一碰就要念 一碰就要念 好